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艰苦的两年当中 杰克伦敦重新认识了自己第二任妻子查米安 他以前认为他就是个心理训 就是个比较不拘小结 生活比较开放 思想比较寂静而已的人 结果在这次两年多的海上艰辛的生活当中 他认识了查米安的另一方面 查米安这个人是女人当中少有的 有毅力和胆识的女人 几次生死关头 人家都感到很慌乱的时候 他依然那么沉着正地 而且在杰克伦敦最困难的时候 他总是那么乐观欢笑 总是那么对杰克伦敦呵护 无微不至地呵护 所以又是杰克伦敦在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非常好的助手 通过这次航行以后 对杰克伦敦的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有什么意义呢 这里边意义是几个方面的 第一个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杰克伦敦从造船买船 以及这两年的始船 他为这个环球旅行的船 花上了四万多美元 也就是天文数字在当时 而且呢 他当时的年收入 已经达到美国作家里边最高的了 他的年收入是达到了七万多美金 七万五千美金 但是按他每个月付的债算 他每年支出的是十万美元 就是每年他都要负债三万美元 所以总是如不付出 因之母粮 在这种背景下 杰克伦敦就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这个沉重的经济负担 沉重的债务 又成为杰克伦敦必须畅还的 这个动力 所以杰克伦敦精神饱满的 又投入了新的创作当中 杰克伦敦能投入新的创作当中 对他来讲意义重大 因为他当时来讲 已经发表和出版了将近二十部作品 一般的作家哪有那么伟大 哪有那么大量多产 而且他维持在高水平上运转 但是这个当中又出现一个问题了 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杰克伦敦呢 他心里边内在的有一种恐惧 有一种恐慌 就像人家评论他的那样 是否是江郎财敬 他生怕自己江郎财敬 那么为了不走到这一步 他就必须要大量的吸收生活 大量的扩展生活的视野 激发他的灵感继续创作 现在他写了那么多以后 他怎么再发展 这不过火山怎么再不断地喷发 就成了他心中一个潜在的问题 所以这次杭杏来讲的话 为什么他敢于下那么大的赌注负债 就是为了人为地让自己 给自己过不去 给自己制造困难 制造磨难 我有这么大的压力以后 我的拼命去完成我的作品 他就把什么能写的素材 都加于吸收 这以后杰克伦敦 通过这个南太平洋的旅行 他又写出了一大批作品 其中最漂亮的是长篇小说 《马丁·伊登》 其实还有几篇短篇小说 所以杰克伦敦这个人 他的文学上那么大的成功 与他人生道路的生活方式 是一样的 他总是自己把自己逼到绝境 他总是把困难灾难 形成重大的压力 然后把这压力 变为一种反抗的力量 变成一种推动的力量 然后他才能有新的成功 所以杰克伦敦是属于要被债务 这个皮鞭抽搭 才能出作品的作家 这一点非常的奇特 正当有人说杰克伦敦江郎才进的时候 杰克伦敦回到了旧金山 回到了奥克兰 但是人们都没有看见他 以为他去享受生活去了 过平静的日子去了 谁知道呢 杰克伦敦此时正把自己关在家里边 每天又是15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投入疯狂的创作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完成了《马丁伊登》这个自转体小说 《马丁伊登》这部小说 讲述了出身卑微的水手马丁伊登 偶然结识了上层社会小姐路斯 为了爱情 马丁伊登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 不断奋斗 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杰克伦敦把自己的经历 用赋予想象的笔触 刻画到小说主人公马丁伊登身上 马丁伊登悲剧的结局 也凝结了作者对自身成功的怀疑与思考 旧经常回来以后 杰克伦敦写了一部 漂亮的短篇小说 这份漂亮的短篇小说 正写出了杰克伦敦成名以后 这种密漫与失落的心境 人家讲成功了应该兴高采烈 老兴高采烈吗 你能老兴高采烈吗 不行 所以杰克伦敦通过 一个作品 这个短篇小说叫一份牛排 来写出了他此时的 英雄魔路的气量 就是这个作品里面谈什么呢 就是一个老的 有名的拳击家 他当年年轻的时候 可谓在拳击台上 打遍天下无敌手 享有很高的声誉 享有很高的收入 这种狗得到人家的赞美和崇敬 连他喂的狗也经常是大块大块的牛排 那个狗长得又有力又高大又壮 现在他年纪大了 角色是分辨的 以前是打人家 打倒人家的极拳手 现在他成了屡次被人家打倒的极拳手 他只有抵挡之功了 而没有还手之力了 但是他还得去练呢 他不去打 家里边就没饭吃 那么每次当一个陪打 陪练的拳击手 是很可悲的 收入非常少 那天晚上 他又要参加一场拳击赛 他老婆凄凉的眼光看着他 桌上没有吃的 只有几瓶面包 和一个很廉价的咖啡 他吃了这几瓶面包以后 完全感觉囊中空空 他就问他老婆 还有没有什么吃的 他老婆摇摇头 就你一个人吃 我们晚上都没得饭吃 但是这么严峻的情况下 他好想吃一份牛排 他说有那份牛排 我吃了我就有力气 我今天就要挣下这个钱 但是他在去拳击场的路上 他就想 我今天哪怕把命拼掉 我要打赢对手 因为赢者是三十美金 输了只得三美金 赔练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上去和拳击手 年轻的拳击手 他在拳击手展开了生死相簿 他打得勇猛顽强 因为人家拳击场上的赌博 都看好了年轻的拳击手 都把堵住压在了年轻的拳击手身上 所以他利用他的智慧 利用他的经验 利用他的各种基本功 非常聪明地应付这场比赛 在整个十五合国比赛当中 他多次把对方击倒 但是他没法把对方打垮 因为他每次击倒以后 他不能再上去打 他没有力气 在最关键的时刻 他已经把人家打倒了 人家在数秒了 那个人又挣扎起来 他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他没法把对方打倒 当然对方最后也没法把他打倒 到最后一个回合 他被人家轻轻地推倒了 不是击倒 所以他就很屈辱地得到那三美元 在回家的路上 他一边走一边想 如果我今天晚上吃了一份牛排 我就会赚回三十美金 一份牛排只值几个便士 又只值几毛钱 现在我却输掉了三十美金 这就是老拳手的悲哀 老拳手的凄凉和失落 最后的杰克伦敦 已经感觉到了成功以后的悲哀 成功以后的失落 他想永远地保持这种状态 可能吗 所以杰克伦敦的后期 他的思想就和马丁一登是一样的 这种人生的密码 人生的失落 一直贯穿到后期的作品里面 那么我们怎么看待 杰克伦敦这个人物呢 他对我们人生有什么启示呢 请听下一本 杰克伦敦的一生 充满了不为人知的心酸苦辣 可是他却创作出了一步步 震撼人心 发人深思的作品 杰克伦敦的作品中 究竟体现着怎样的深刻内涵 这位伟大的作家 为今天的我们 留下了怎样的精神慰藉 诗说节目将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杰克伦敦的作品